不是我不买 我就好像就是一个穷光蛋 这样的感觉 直接我就说那不好意思 我就走了我不买了 我还没出他这个店门 我就听到他往常商会在里面 讲是什么 类似什么乡里边了 买不起了 什么买不起 还来试衣服了 你搞得我好玩 镜头前的张女士 就是本次事件的当事人 她告诉记者 前几天晚上逛街的时候 看到一家服装店 里面的衣服都比较好看 一时挑花了眼 就拿了几件想去试试 但刚走到试一间 一看价格2999 这远远超过张女士的承受价格 她认为衣服价格太贵了 但是试都是了 也不好意思说太贵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试 我可能说试到一般 我就说 这个太贵了我不是 然后我就只能硬着头皮 然后在那里试 一共是试了12件还是13件的样子 可能是服装店里的衣服 确实很好看 张女士试着试着就发现 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 自己也试了十几件的衣服 看着自己试穿过的衣服 不好意思直接走掉 就想在里面买一件最便宜的衣服 然后再蹭一个打折 张女士想着贵点就贵点 但是店家表示 他们采取会员纸 衣服不打折 听到不能打折 张女士就准备离开这家店 可当她走到门口的时候 就听到店员在用长沙话说自己 一直到回家 张女士心里都很不舒服 她觉得自己被侮辱了 然后越想越起 于是就在某书上找到这家店 冲动之下 直接在这家店的宣传广告下面评论 千万别去 价格贵得要死 还在下面回复网友说 这家店是黑店 自己已经被骗五千多块钱 一连发布了很多条 抹黑服装店的不失言 这一时泄愤一时爽 恶意抹黑火葬场 张女士的这个行为 直接埋下一颗炸弹 张女士在一家服装店 试完才发现 价格非常贵 远远超过她的预算 但为了面子 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试 又试了一个多小时 供十几套衣服 但是因为衣服不能打折 一件也没买就离开了这家店 在离开前 张女士听到店员用长沙话说她 回到家后觉得不能忍 直接一个恶意抹黑家评论回复 恶意造谣服装店是黑店 在这个网络时代 消息各方面传播很快 这家服装店店长看到张女士发布的评论之后 立刻私信张女士 但是过了很久 都没有得到回复 为了尽快解决这个不实言论造成的影响 店长直接把当时的监控室频发到网上 把事情曝光 这个举动直接吓坏张女士 现在她知道害怕 因为视频里自己和男朋友的脸 拍得清清楚楚 张女士认为这已经侵犯自己的隐私和肖像权了 于是赶紧联系店长 说自己已经知道错了 同时也希望店长立刻删除视频 可是店长也像当初的张女士一样 没有理会她的信息 万般无奈之下 张女士找到记者 希望她能帮助自己协商解决这件事 我确实一时生气说了一句 我被PUA的这句话 我说的是不对 我可以向老板道歉 我确实是做得不好 但是她发我的照片 我真的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非常大 然后我希望她可以跟我道歉 然后我也会为我了那句话跟她道歉 张女士对记者表示 自己已经认识到错误 她可以道歉 但是希望老板也能向她道歉 并且删除视频 记者了解张女士的诉求以后 跟随张女士一起来到服装店 因为被店员嘲讽是穷光蛋 买不起衣服 一时气氛就在网上恶意磨黑了这家服装店 可是让张女士没想到的是 店长居然把她的是频发到网上回击 她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 但是店长却不回复她的信息 没有办法 只能找到记者帮忙解决这件事 记者跟随张女士来到服装店 找店长咨询情况 不巧的是 店长有时外出 因此根据店员提供的联系方式 记者联系到店长进行沟通 接到电话的店长也非常生气 他表示 张女士的不识言论 对自己的店铺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 店长说 自己的想法就是要求张女士 为自己的造谣行为 亲自澄清道歉 并承诺以后不在网络和公共平台去诽谤 那他马上就可以删除网上曝光的视频 事情解决 双方和解 听了店长的回答 张女士待不住了 店长的要求显然和他的诉求不相符 于是针对刚刚店长的说法反驳道 你们双方都有错 怎么只能我一个人道歉呢 双方有错 你说我错在哪里的吗 你不应该罚我 罚你我三天啊 我对你个人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吧 造成影响了 我们真的已经有好多人知道了 就是用法律维护你自己的权益啊 最终店长也没有同意向张女士道歉 张女士表示不能接受 尽管自己先散布布施言诺 但她已经答应道歉 那么对方也要向她本人道歉 因为店长在网上曝光视频 侵犯了她的隐私和肖像权 已经影响到她的生活 但是由于店长不同意道歉 张女士决定报警 或者走法律程序去解决这个事情 至此 事情暂时告一段落 在这件事情中 张女士在网上造谣的做法是不对的 有什么事可以当面沟通清楚 店长以欺人之身还欺人之道 虽然做法有些极端 但立竿建议可是到最后 双方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再次提醒广大网友 于是要三思而后行 不要冲动 更不要恶意诋毁他人 不要成为躲在屏幕后面的键盘喷子